我们今天这个客户定制的视频呢 来聊一台奥迪A3 这是我们客户刚刚买下来 委托我给他拍个视频 这是他买的第一台二手车 所以我不仅要给大家拍个视频 好好的吹一吹 而且我要多开一开 帮他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问题 这台A3是2014年上牌的 到现在已经有八年多的车龄了 但是里程非常少 只有44,526公里 此时此刻真实数据 车龄不算短 但是使用强度并不高 再加上是个1.4T的机器 所以说它的稳定性 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目前开起来的这个感觉 底盘的这种跳动 方盘的手感 也都是一台4万多公里的车子 该有的样子 八年车龄准行车 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这位客户爸爸买这台车 是送给媳妇 作为媳妇的一个主力的一个通勤工具 给媳妇买车 这个我是非常的有心得体会的 说句实在话 这个里面学问技巧还是有一点的 你不能像直男一样的思考 你必须得考虑一下 女人是怎么看待车子这个问题的 这位客户其实选择的车型 有三款 尺寸都不是特别的大 有高尔夫 有A3 也有奔驰的GLA 其实相对于奥迪A3来说 GLA这个选择 错肯定不会错的 但是性价比的确是稍微差一点 而高尔夫这个东西产品力肯定是没话讲的 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大众 给媳妇买车子或者是买其他的礼物 性能这个东西产品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品牌 这个最最最关键 一定要听我的 绝对没有错 如果说你给他买了一个豪华品牌的车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他会觉得你送了一个很昂贵的礼物给他 这个老公心里面是惦记着我的 他愿意为我去花很多很多的钱 那么我以后要帮他多做一点家务事 孩子辅导功课的事情 也要我自己来 他周末去踢球去喝酒 我也不说他了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家庭地位啊 就会上升很多 我们这台车的行驶里程非常短嘛 前车主显然就是那种有车 偶尔开开 但开的真不太多的那种 所以说他的这个车框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看下来呢 就是两个后叶子板啊 有过喷漆的这个痕迹 左右都喷过了 但是其他几个面都是元气啊 所以说车框这一块不用多考虑 肯定是没问题的 轮胎呢 是三条22年 一条19年啊 哪怕是那条最旧的轮胎 估计现在也还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寿命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现任车主 拿到这台车 可能再开个三五万公里 都不需要考虑换轮胎的事情 甚至的开腻了A3 想去换别的车的时候 这次条轮胎应该都还在服役当中 最后就是油耗啊 这个我在很多视频里面都说过了 如果你想看看大众最省油的发动机 就一定要看这个1.4T 配上DSG的这套动力总车 差不多我觉得像A3 两项A3这种车 跑个六点几升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水平 如果说你能开到七点几八升左右 那驾驶风格已经非常激烈了 你看我们刚才这一段啊 车子就跑了6.3的油耗 这个路况一通畅起来 油耗也马上跟着往下掉 这里多说一个 就是我一个同事前两天 路是一台奥迪A1也是1.4T的这个机器 它开出了4.4的这个油耗 这说实话 我当年有A1的时候 都开不出来这么低的油耗 的确太牛逼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也是开同款车的 不过是S3 那个车子的底盘调校 肯定是没话说的 都是非常运动的风味 但是这种普通版的1.4T的A3 我觉得其实底盘调校也是非常给力的 它是要讲究一点底盘质感的 我们这台车八年多的车龄 但是只跑了4万多公里 元气比例还很高 如果你是二手车老玩家的话 其实心里面是有准备的 就是它的这个外观内饰的瑕疵 可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少 这台车也的确一样 白色的外观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点状的破漆 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鲜艳亮丽 这个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很多这种长车龄的短里程的车子 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这台车的内饰 讲真的的确是还不错 我们也能够感觉出来 这是因为用的比较少 很多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高尔夫球一样的挡码头 在很多车子里面都磨的有点光了 皮革甚至都有一些明显的伤疤 而且很容易留下那种 指甲抠过的这种痕迹 但这台车的挡码球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方向盘也是 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 但是你能够看出来油光磨损发亮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然后这些银色的高亮的镀铁条 然后旋钮都没问题 像宝马那种按键还会掉漆的情况 在这里也是没有的 唯一让我觉得比较过分的地方 就是这块石板 大家能看到吗 银色的这个石板上有很多点状的碰砸的痕迹 这是把安全带一手逛当砸上去 一手逛当砸上去 这个日积月累 你能看到很多很多密密麻麻的点 完全是随机分布的 特别的有意思 这块板如果说您看不下去的话 去买一个换掉 也不会花太多钱的 我们这台A3的成交价是86800 这个价格说实话不是特别的便宜了 因为现在你去买2014年的奥迪A3 如果单看两箱车型的话 基本上六万多就可以买到了 但是要六万大几千块钱 而我们这台车比这种行情最低价 要贵个两万块钱 之所以贵这么多 毫无疑问 4.4万公里的这个里程摆在这里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奥迪A3 它是奥迪车型当中比较保值的车型 因为它的需求量很大 花十万块钱左右的购车预算 这你去看豪华品牌的车子 你希望能有很好的这种驾驶质感 你也希望车子能有比较好的这个稳定性 不要经常坏 挑来挑去 其实也就是奥迪A3了 所以它的这个购买群体 它的这个市场需求一直都是很大的 在这么大的一个需求的面前 但凡你的车框能稍微往前走一走 这个价格就会猛的一下上去 如果你懂点经济学 价格需求曲线这些东西都能理解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简单来说 就是你觉得这台车只值七万块的话 那些能掏八九万买车的人 第一个不同意 其实A3的保值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如果说我们能把预算 在追加个三四万块钱 我们能在十一二万这个价格区间去挑车子的话 你甚至能够挑到那些2018年的车员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三年四年的车龄 可能只值三万块钱的一个价格差 每年的跌价也就是大几千块钱 如果说您这车开个一年两年 然后就要卖回给车贩子了 那这时候跑掉一个车商的利润 可能这个亏损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觉得这个车它的保值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其实A3的这个行情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够稳得住的 因为现在新的这个A3 无论是两箱的还是三箱的A3L 它的这个价格啊都是比较高的 现在入门版的两箱的A3新车落地 可能要十七八万 如果是三箱的A3L落地价格 可能要到十九万多 甚至二十万出头 这个其实就给二手的这个A3啊 上一代的A3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的这个保值力 未来还是应该维持现在的一个价位 不会太变了 我觉得扶持这个可以的 把这个戏都给了 我们来一个问题 它不维持了 你re ik�到 我们来的 感谢观看